而在针对花莲县新冠肺炎确诊案例足迹道路消毒专案 花莲县政府24号是携勤了花莲后备指挥部 支援大花莲地区主要街道的防疫消毒工作 而县长许正位也亲自到花莲火车站来视察消毒的情形 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第二座站区接获县府申请资源消毒工作 派遣兵力及装备投入作业 配合县政府进行环境的消毒任务 县长许正位表示全县环境消毒作业从去年就一直在持续进行当中 这次花莲有确诊病例也感谢国军支援加强全县的消毒工作 我们这次要特别请国军化防部化冰联化学联来协助 来跟花莲县政府一起努力将我们十三乡镇的主要街道 透过八部的汗马车两部的重型车 将我们的整个药剂这样从十三乡镇从头到花莲 整个全部消毒完毕 另外消毒大队防疫大队也很重要 因为对于我们很多的疫调 必须要非常激动的而且扩大的消毒 所以我们这次请化冰联化学联来帮忙 今天就在我们的大花莲市的部分 大概有14条主要的街道 要进行大规模的清销 侯石县长也呼吁所有乡亲 防疫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与义务 除了做好自身防护 也不要有跨县市间的移动 共同来守护花莲健康平安 是正位呼吁大家 防疫人人大家一起来 人人戴口罩家家都平安 疫情才能得以控制 还有正位也再一次呼吁 端午佳节即将来临 全国有非常多的各县市的活动 关于端午的所有的活动聚会 通通都取消了 所以最主要的就是希望大家少出门 少移动 所以也请各位所有的亲友 如果您是住在外县市的好朋友 请大家用视讯电话问安问候 尽量少移动 再一次呼吁大家 人人戴口罩 勤洗手 大家共同来防疫 我们一起为国难 为国家遇到的困难 我们大家共同面对 共同来解决 军方24号共派遣了官兵45位 车辆机具三类11项 前往大花莲地区有18处来执行道路消毒任务 地点包括了花莲市和吉安乡的主要路段 并且是现场进度持续派遣兵力及装备来支援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